宜蘭市公所現在在籌劃一個直播站 這個直播站就位於我們宜蘭市公所後方的紅專屋宿舍群裡面 也是軟宜中台灣故事館的旁邊 在這邊我們可以結合我們很多的場域 共同來設立一個直播的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主要是要讓我們有很多的育成廠商 在這一段防疫期間受到一些紓困的影響 必須他要重整他的經營型態 這些經營型態有可能沒有像以前那樣可以去拜訪客戶 或者辦理公開的廠商說明會 或者有一些這個行銷的策略 所以一個直播平台來講現在是一個生活型態 這個生活型態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這個品牌 龍特產品 或者他的 這個 出產的 這些 這個商品 可以利用我們這個平台來做一個 宣傳的一個 這個管道 這個管道 除了是說 我本身我也會提供我的粉絲專業 上面有很多我們既定的好朋友 我們的這些關心的 這個鄉親們 都能夠看得到 他也可以利用他自己的 平台來慢慢 足夠一個 屬於他的一個 這個 平台空間 他的直播的一個 這些 能量 當然在初期我的能量 都能夠提供給他們來 做分享 所以我們的育成廠商之外 我們也有很多的合作廠商 我們也聘請了我們育成廠商很多的顧問 這些顧問 都是專業裡面 最頂尖的 這些 金銀人士 他們在他們的場域 他們的 專業上面 都能夠 做最好的一個發揮 等於這也是一個教學平台 他們能夠分享他們成功的經驗 他們也能夠在現在 這個要辦理紓困 或者要刺激經濟 或者要提升他的 這一種 經營策略上面 來做最好的一個分享 所以這個分享 一個平台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是在 不管是疫情期間 或者以後要推動的一個產業能量的階段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如果 都跟 我們的育成廠商 或者 合作廠商 是沒有關聯性的 我們也會開放 給 一般民眾 如果他真的 他的一些 他的能量 他的 設備不足 但是他有很好的發揮理念 或者有很好的產品商品 要來做推銷的時候 我們這個場域 也可以 提供他們來使用 包括 我個人的 這種能量 都能夠讓他們去分享 等於是 建構一個 最好的一個 產銷 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跟通路 現在是我們 非常需要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 利用這個 在我們的一個 生活經濟上面 作為我們中小企業 或者青年創業 或者社會 這一種 能量 廠商的一個 最好發揮的平台 字幕提供 在這裏 在這裏 有